你問我呢 剛才剛才說 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要拍飲食節目 我就教大家煮那樣東西 因為煮和煮其實是一個系列 你想好吃 大部分的廚師就自己煮 真的 因為 這些片都很幫到我完全不會煮東西吃的人 譬如我煮蟹 有教你放在冰箱裡 冰瓜它 有些有教用筷子放在那裡 原來我就知道可以用很多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做到我想要的效果 又被騎過 所以弄到它雲歸天國那些東西 都真的很需要看片 我有段時間幫亞洲電視拍一個叫做食神 我每一集都會教大家煮一個菜 我就堅持跟那個監製說 阿昌 阿昌少 我就不理你那麼多了 你自己拍完 你自己剪了 你哪些出到街 哪些出不到街 我由湯開始拍了 哦 你當時都有 不過就看它自己怎樣剪出來 因為我只是一部分教而已 但我將來如果真的要教烹飲節目 我就全部都要由湯開始學 還有你會教怎樣擺盤擺靚靚的 是啊 我經常覺得這是一個系列來的 就是由湯直到煮好 怎樣擺 怎樣serve 人是一個系列來的 你請我去試吃那裡 是啊 人人都要學的 什麼位都不跟你爭 吃的時候我會跟你說很有魚味啊 但是 叫師傅來幫忙撿碗 有些人很有趣的 我就上次教 譬如說湯蟹 你怎麼不懂湯蟹 你很難的 是 你怎樣叫人砍呢 砍了這麼久 到你治都臭了 對 我也是 你不可以不教人湯蟹的 它不行的 出不了街的 一來就已經散了 而且回到來你叫它湯了 回到來你洗一洗它 用什麼又沖走些膏啊 是啊 我覺得不行啊 好啦 那我就唯有 我就這樣啦 沒有這麼殘忍啦 這件事都是秘技來的 都不贊載了 有些是很厲害的 就是一隻蟹 它就有一盆冰水在旁邊的 它其實將蟹扔到旁邊的冰水先的 它就是蟹 因為蟹一凍 它就進入了一個睡眠狀態 它湯的時候沒這麼動 就是它以為它好像死了半個 但是我們這些蟹湯就不會扔冰水的 一來就用刀背最尾的那一格 我們叫它硬 這個不是叫斬 叫它硬 就是用刀背的力 阿鼎爺就懂了 硬 是用尾的那個角 硬了它就被秘出來 那你只要退了兩個鉗出來 那些就沒所謂了 慢慢搞了 這個我都是看Youtube學的 是啊 我看Youtube學 但是我們這些是懂的 硬 硬和刀是兩個東西來的 你硬了它兩個東西之後 然後慢慢的 因為它不會鉗到你 不會傷害你 那你一硬 還有一樣東西 你硬了出來之後 我們就禮手就拍了它 噢 拍碎它 拍碎它 硬一點煮的時候 你炒的時候 硬一點煮的時候 你也要拍的了 是 是 是 因為你剛剛斷它的米爐 它容易 硬一點的 容易 薄碎一點的 薄碎一點的 噢 是嗎 所以看到有一個大廚 大廚教炒這個辣蟹 它就是用你剛才那些方法 我看另外一條片 就是一個家庭主婦來的 它就是刮 是啊 我就不用家庭主婦的方法的 我就用平時廚房 就是你真是用來serve 人的那些方法 但是原來你剛才教的方法 我都做到的 是 那就厲害了 但是你就是在講那個位置 一按下去一撕 那是不同味道的 真的 是啊 因為你蟹真的要湯 你立刻要炒 那你用刀 拿了一個蓋 蓋不要了 這些是骯髒的東西來的 一拔開 第一時間 不要理這邊 只是你這邊 為什麼呢 這些你還可以拔走那些塞 拔走那些東西 乾乾淨 只用水沖再放在一邊 現在這裡開始處理了 因為真的有處理一件 就是由湯開始處理 你那時候跟陳瓊住的時候 多不多吃蟹的 海鮮類多不多 是啊 什麼都吃 總之哪天便宜 陳瓊過來 過來學一下 怎麼湯蟹 這樣跟你講 不是啊 沒學的 就看它一次 你自己要做的了 嗯 因為你沒有飯吃的了 不是 你看了它一次 你就自己 行不行 我行不行 我這樣就要你了 當然是來 已經有事了 當然說不行 當然說不行 行不行 不是 但是你問我 我小孩子 最害怕最害怕的時候 湯什麼 湯田雞 因為田雞的湯的湯法 我都覺得真的有點殘忍的 是真的 扯一些皮 是 因為你要用刀 勒它那個頸 然後你用手指整個皮拔出來 不是 斬了頭 你只有一次機會而已 你只要撕得準的話 它整個 撕不準那怎麼辦啊 那些皮好像撕橙一樣 慢慢撕回來 斷一半 真的嗎 是呀 慢慢再撕 再撕出來 你撕得準 你就整個撕得下 哇 你跟著撕得不準 很嚴重 你慢慢撕得下 是啊 所以你就要很準確地 在頸那一刻拉下去 要拉得很準 那你可以整個副的了 那我都想知道 如果你失手的話 那怎麼辦呢 不是剛才撕橙的嗎 撕橙就再撕回來 還要用不到刀 真的要用手慢慢撕 像撕蛋那樣 如果你連醫連學 就很容易撕了 是啊 撕掉一塊 撕掉那個衣的話 你慢慢用手撕回來 有時候撕不到的嘛 有時候撕蛋 它是黏著蛋殼 你就撕掉那個蛋也散了 冷了才撕吧 容易一點的 沾冷了 但是有方法的 我經常都說 那些方法就是真的從湯開始 那這次內地有個網紅 很多人就說 撕不了 沒有啊 實在不行啊 太恐怖啊 它就由湯鱷魚開始拍 哈哈哈哈 其實是煲過鱷魚肉湯而已 不是 它是教大家做鱷膠 哦 你知道什麼叫鱷膠 是鱷魚熬出來的膠 那又不是真的很多人懂得掌 撕不住不要看 撕不到你不要看 看完之後又說對不起 我想看有多恐怖啊 嘩 女仔 女仔 是呀 是呀 我還要幫她shower 我真是的 她還要給美女兒啊 那個女仔 她就開始幫你洗澡 因為那些皮開始放在鍋裡 你會弄 那她不計算幫你 把皮做鱷魚皮手袋 不是 她留了一幅我來做手袋 她下一集教我做手袋 這麼棒 一條路服務 沒有浪費過東西 就做鱷膠 接著怎樣呢 就是狗削公斤 中間那一幅我就用來做手袋 不犯法的嗎 那她真的合法拿回來去買的 是養殖牆的 是養殖牆的 是 她真的在養殖牆買回來 若琪給你們看一下 她有沒有掙扎 有沒有尖叫 有沒有瘋 那我想看 做什麼啊 用來摔摔摔摔摔 做皮包 我又沒看 哈哈哈哈 那我想問一件事 所以立刻做什麼啊 調轉出來看 她由開始幫她清潔 湯 直到煮 整個過程而已 OK 很震撼我看照片 不是啊 我都想看 但是我想看 她只是封住了她的嘴巴 我覺得很震撼這個女生 嘩 她好像剪皮 很震撼 是啊 她也是慢慢慢慢 很震撼 OK 我想看 哎呀 好肉騰騰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就是問你們 咦 她掛皮 這些皮是 不要的 你就是想要這些皮做手袋 不是啊 這些皮就等於 剛才她說田雞撕錯了 就這樣用手撕 是啊 哇 她整塊皮 是啊 慢慢留一塊 做膠的部分就是做膠 但是她真的有錢啊 做手袋的部分做手袋 她不是找人做替身替手腳的 是啊 她自己做的 用薑蔥出水 是啊 做鱷魚膠嘛 其實她這樣吃這個也很好吃 哇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世界真的有人是 從湯開始教起的 那這個是 你很多人說 她做得很乾淨 很殘忍 適合你了 就是那種乾淨 白雪衫 從洗澡開始 是 她就真的從洗澡開始 是啊 挺好的 我可能以為是一個叔叔 或者是大馬 我沒想過是一個美女 我沒想過是女人 十二個小時就熬成鱷魚膠 那鱷魚膠就用來做漂亮啊 自己可以給自己補身啊 是啊 養眼啊 她的鱷魚膠就像年糕一樣 不是 鱷魚膠多毒 哇 她這個做高啊 是啊 做這個鱷魚膠 然後她說 哇 很骨膠羊啊 她還要穿得這麼漂亮 化妝了 然後她說 你知不知道 你不做骨膠羊啊 那些老了那些東西呢 我做鱷魚膠高啊 那人家自己從頭到尾教你 那真的有些程序啊 還有很多用來做糖水 一粒粒的都可以 哇 整條鱷魚 沒有生的東西 用盡了 用盡了 鱷魚油呢 是啊 鱷魚油啊 然後用來塗手啊 然後那塊皮 到最後用來做手袋啊 那我覺得她又懂得做又懂得教人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不可以從湯鱷魚開始呢 哇 這個湯好喝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塊肉來的 整塊鱷魚烤肉 是啊 鱷魚烤肉啊 然後到尾 因為那些人看不到 片段很簡單而已 一條鱷魚裡面有不同的位置 都有不同的作用 OK 嗯 鱷魚掌啊 總之她是教大家怎樣去 就是湯一條鱷魚 就是用來做一餐這樣 傳樂宴那樣而已 我啦 我接受到的 我也接受到 而我們剛才也都看到 她用鱷魚的不同部位 做了不同的產品 除了吃之外還有美顏 還有其他材料 那為什麼接受不了呢 很多樣東西其實是由湯開始學的 真的 都是那樣東西啦 你受不了不要提了 對啦 對啦 沒有說撐開你的眼睛 總而言之她是合法地去做那件事啦 但是現在很多的 很多動物塔利班的 哇 這麼殘忍放血 那不放血有些東西會腥的嘛 那她又沒有拍放血出來的 她只是幫她拍洗澡和調皮 所以我就很喜歡看另一個宿 那個宿就真的是 血腥的也有出來的 很陳情的 不是隻山羊買回來動的 然後說什麼什麼 我餵她吃一陣東西 一會兒她就知道死了 那些開始 哦 安眠藥在那裡 然後轉頭就開始撐嬌她 撐嬌她是很厲害的 她撐嬌她的時候 她是把鏡頭拉遠一點的 因為不出的嘛 youtube的畫面都是 youtube都不出的了 很聰明的 所以她又教的 她又照 欸 現在的湯她什麼 她什麼都會湯 大水魚啊 山羊啊 豬啊 什麼都會湯 那我真的覺得她真的懂得煮東西了 嗯 她又懂得湯開始學 我真的不懂的 現在我除了這個惡魚之外 我想看這個女生再有教什麼的片 我想看 美容的應該是嗎 這個都挺激的 很可愛的 因為她這些烹飪 你問我 她做一個辣子鱷魚肉 我剛才看到挺想吃的 我又真心的 為什麼那時候和電視台都聊 因為你真是懂得煮東西的人 就想要求你從湯開始給觀眾看的 那樣東西新不新鮮 就算你們不去街市那裡湯 那你學了之後 你懂得選新鮮的部分 是的 這個環節都很厲害 我們昨天不是說你要選西瓜 選雞蛋 這些我們都想學的 但是那樣東西是真真實實 你是懂得煮飯的人要學的東西 那你說 不是啊 日本都有些什麼的 有些是拍那些叫即成煮食的 就教它在超級市場買這個汁 買這個汁 買這個汁 買這個這樣做就可以了 那些我不覺得懂得煮東西的 嗯 我不覺得 它就適合我們那些想快捷方便 有一餐吃 是的 但是我喜歡是阿鼎爺那一隻的 就是由湯隻鴨開始 這些鴨膏留下它 好東西來的 我這些鴨膏 鴨油我遲些就再做一個菜給你 這些鴨膏留下 這些就做第二個菜 因為你煮一件事 有很多邊皮的東西可以再用 是的 是的 鴨腸也有鴨腸 鵝肝也有鵝肝 那你很多樣東西做的 還有可以的嗎 如果你們兩個一起煮的話 你煮的那些菜式 或者阿鼎爺將那些肝 阿神怎樣做 是不同的東西 還有剛才你有沒有留意到 如果你在煮雞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就會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我放一個碗 碗裡面有幾顆鹽 因為你血要去凝固的 其實它下來了 如果你用手指不硬一點鹽 它不會形成一個雞紅 在這裏都學到一點點的知識 就是你們平時在街上看到 那些一塊塊的雞紅 就是下來了之後已經凝固了 這個也是一個部份 我又會由這個部份 我說為什麼有些老人家說 晚上你不可以喝鹽水 你睡覺了 你瘋了那些血 大佬 就是你會由一部分講到另一部分 再講到第三部分 你才好看好聽 那些電視節目怎麼會收視升上去 你覺得這樣這個飲食節目 就贏之前一直都有拍開那幾個了 是啊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環節 我自己覺得 因為其實都挺吸引人看的 你由買回來生的東西 然後怎樣弄死它 但是也有些人未必看的 因為其實我就是要快靚正 是啊 那你不看就不看 你不是人人都要做同一樣的東西 我就不是太喜歡跟人的路 我喜歡自己的路 很喜歡跟著你的鏡頭去選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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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看到原來 原來真的這樣劏田雞 哎呀一失手的話就麻煩了 對藍雞皮 是滅產的 是啊 你也是形容得很好 雖然現在很多人都不用去做這些 但是我想也有些人想不做 我也看一下 不等於他不想學 不想知道 明白嗎 在這邊就知道 是 你學會了你去街市選東西 你選一些漂亮的 因為你懂湯 你自然會選漂亮的 OK 好了那一會兒 這次不知道 很多人就說 哇 湯都出街了 很多年輕人 都煮東西很厲害的 我講真的 因為它真的是鑽然 這次生湯這個鱷魚 引起了控洞 我就覺得不是太控洞 可能我自己本身都做這件事 我就覺得控洞 OK 稍後回來有另一段新聞 好 稍後回來有另一段新聞